嘿大家好我是小楠哥 今天呢我们来试吃一款这个 99%的人没有吃过的东西 我这个算不算是标题的 总之呢我是没有吃过 叫做加拿大翡翠螺 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来吃刺身 刺身嘛就是生吃 对这个东西可以生吃翡翠螺 听说完吗 这是一斤重的翡翠螺 这是原产于这个加拿大 它比较喜欢寒冷的水 如果水温超过29度的话 它就会挂掉 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高冷的物种 冰袋 冰袋 刺身寿司套装 我发现买过很多很多东西 都送这个 唯一这次它送的比较多 比较大方 哦就是这么一袋 翡翠螺呢 就是 绿色的 海鲜的味道那种腥的味道 这个确定可以生吃吗 一共12只 我就花了66块钱 这个翡翠螺呢 一般都是抓住以后 就给它高温 沙震 然后迅速的冷藏 所以说我们一般吃到的 全都是冷冻的 这个呢就是翡翠螺 看它的颜色是不是绿色 好像原亮色 对不 个儿还挺大的 是吧 这么一个螺 由于速冻的时候没有清理 它这壳里边 一般都是有沙子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清理掉 把它拔出来以后 然后给它清洗一下 通米 哎呀 断里边了 这是完整的 这个是完整的 洗好以后呢 我闻到这个螺肉呢 就是特别香的那种 特别香 你们知道不像那种 刚开始那种兴起的那种味道 是有一股那个 都说不出来的那种香味 总之呢就是有一点点食欲 不是有一点 有很多 我来尝一个 哎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不能吃 来尝一下 这种感觉还不错 我特别细 比上次我吃的那个 搭的海螺 它的肉要细腻很多很多 而且那个一点都不新鲜 这个长见识了啊 长见识了 可以 再来一道 这次我切大一点 很嫩很嫩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再吃最后一个 好吧 这个是鱿鱼太好吃了 所以说我决定找朋友来 然后一块吃 尤其是蘸上酱以后啊 它的味道不要太好吃 我是一个不蘸酱油的 你吃着就不像海鲜 一点海鲜的味道都没有 今天没有翻车 感觉今天买的这个翡翠螺 可以推荐一下 好像是66块 66块还是62 66吧 反正忘了66好听 今天呢我们就试吃了这个翡翠螺 我果然可以安理大家 有机会可以尝一下 好吧 那这段视频到时结束吧 喜欢小人哥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评论 发现想看小人哥吃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不下 继续再见 拜拜